华人农历七月庆赞中原庆典 斯美兰雁度瓜拉沙花居民协会会员 联手打造了今年全马最高最大的大事业金森 这尊金碧辉煌的大事业高42尺6寸 50尺宽 威武神勇 气派十足 巨型大事业成功吸引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善性 手持清香 前来膜拜 祈求神明保佑 场面壮观神 适逢农历七月鬼门开 全国各地的渔兰盛会都会打造大事业金森 以监督好兄弟在阳间的一举一动 斯美兰雁度瓜拉沙花居民协会 今年出动几十人 耗时三个月的时间 打造国内最高最大的大事业金森 连续三年创下全马最高大事业的记录 最难的就是讲他们已经是 前三个月已经是准备做这个大事业了的 问题是要人手去做 才会做这样好的东西出来 每一年大概是这样 大同小一 大同小一是讲他的颜色那些就 一年比一年鲜艳了 这尊金碧辉煌的大事业身高42尺8寸 宽50尺 面向威武凶恶 右手持着分衣失实的令牌 维持孤魂返回阳间的次序 大事业身旁还有一路护航的黑白无常 以及牛头马面 他们脚下堆递着金山和银山的纸扎品 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善信前来摩拜 场面壮观热闹 我们这些善信都是来自我们国拉沙 本地还有附近的这个 还有其他全马各地的都有很多这些善信 因为这几年我们都搬到 是讲全马最大 他们有闻风而来 就是讲知道了有这个活动 他们全马各地的很多朋友 都善信都来到我们本地这边 来摩拜这个大事业 傍晚时分 善信齐心协力将大事业和其他圣像 搬运到礼堂外的空地进行焚化前的拜祭仪式 放眼望去高大威武的大事业 仿佛守护着渺小的善信 彰显华人传承多年 在农历七月辅度好兄弟的中华文化习俗 延绵不断 拜祭仪式完毕后 善信开始燃烧祭品 焚化圣像 恭送大事业起驾回鸾 祈求众神明保佑 接下来的一年里可以和家平安 国泰民安 NTV7 森美兰采访报道